欢迎来到我们的USLaw北美法律第一频道 记得订阅我们并且开启小铃铛获取最新视频 大家好,我是冯律师 我不敢相信我又在说这个话题 但是我又不得不说这个话题 因为中美之间的航班又一次熔断了 我们前面的视频里说到 航班熔断如果你自由在美国 你应该及时的延长你的申请 那么今天我们要谈的是一个移民局 关于延长申请的一个重大政策的变化 这个变化移民局并没有做任何的官宣 而是通过目前在移民局延长申请的 审理趋势判断出来的 所以这个视频你一定要保留下来 那么因为航班熔断 在美国境内延长身份并不是一个新鲜事 那么在疫情胶着非常严重的时期 因为航班熔断买不到回程的机票 以这个为理由延长你在美国的B签证 不管是探亲还是旅游签证 是一个正常和合适的理由 移民局因为这个理由也批了无数个 要求延期的申请 但是这个理由在目前移民局 批复延期申请的审理政策里面 已经不能够再成为一个合理的理由 来延长你的B签证了 所以说如果你拿的是B2签证 到美国来你当时申请的是来探亲的理由 那么你要求延长你的B2签证 它的理由一定是和你当初申请B2签证的理由 要是相一致的理由 你才可能继续延长你的B2申请 那么如果你是探亲 你的合适的理由应该是 你现在给你的探亲时间不足够 你还有更多的探亲的活动需要进行 因为这个你要求延长你的B签证 那么这个是一个合理的申请 如果你拿的是B2签证 到美国来是旅游的 那么这个时候 你的延期申请的理由不能够是 因为我买不到机票回国 而应该是在美国旅游的计划有所改变 你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走访更多的地方 那么如果是这样一个理由的话 你的B2旅游签证才有可能被移民局接受 给你批复申请 如果你的延期申请 要是没有能够被移民局批复 而你在美国拘留的时间 又超过了你当时第一次入境的时候 允许你拘留的时间 那么这些时间都算是非法滞留 会给你今后入境和你在美国转身份 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那么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说到过 如果你现在没有延期你身份的想法 但是又因为机票没有办法及时出境的话 另外一个理由是 那你可以去第三国 通过第三国的航班回到你的祖国 那么这个是我们给大家的建议 当然了 如果你选择不延期 也不去第三国 但是你在美国有其他的目标 比如说你被学校录取了 你希望能够进入一个学校去读书的话 你当然可以在美国进行转换身份的申请 而这些所有的 不管是延期申请 还是绕到第三国 还是转换申请 都必须是在你 I94过期日之前 成功的递交到移民局 你才可能在等待期间 保持一个合法的记录 希望我们今天的视频对你有帮助 谢谢 如果今天的节目对你有帮助 那就帮我们订阅点赞分享吧 有任何问题 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你的法律问题 我自关心